这四眉早上走的时候 都没怎么吃东西 一会儿见到她 劝她一定要好好的垫几口 我把这个肉包子 给她放到你的塑料袋里 她要是不愿意吃饭 就让她把包子留下 晚上饿了 还能垫垫肚子 想想她在医院吃不上饭 喝不上水 傻乎喝个干等的 恨不得直接给她扛回来 我真是不懂了 大哥这次怎么说不管 就真不管了 他以前都是嘴硬心软 这次人命关天的事 他怎么由着四眉的性子来 台哥 我去医院给四眉送个饭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 让我刷给她的 没有 你要去就抓紧去吧 来 瞧瞧老伯 站起来 我们把衣服穿一下 好 这只手 大哥 你说四眉会待到什么时候 就这么由着她去能行吗 谁说由着她 来 把冒冒戴上 什么意思 看 好不好看 医生 医生 你看我这给政府和医院的生死状 我都签好了 我都是自愿的 不管出了任何事情 跟医院和政府 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了 这怎么行 听到行李你拿到了 赶紧回家吧 不是医生 有什么情况 医院和第一时间通知你 他一个人不行 我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影响你们工作 我一定不会影响别的病人 行吧 我再跟你解释一天了 我不会同意的 不是医生 你 我没这个权利同意 就算我同意了 国家也不会同意 你要再这样子 就是妨害医院的工作 不是 我不 我不上房 别让他跟着我了 我工作 乔果果 你看 我把四伟 帮你送回来了 下午拍了所有电话 打到局委会来了 说是让你们家的人 好好陪陪四伟 千万不要让他 再往医院跑来 不然的话他们就 我晒得好好这急诊 怎么掉地上了 二位放心啊 我绝对看好的 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乔果果 行 怎么掉地上了 谢谢啊 麻烦 你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我这有老脸啊 医院人太多了 找了一下午四眉都没找着 手机也没 你想通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吃饭了吗 这个饭闷了一下午了 不新鲜了 我给你做点新鲜了吗 想吃什么 二哥 我们都吃过了 你跑一天够累了 饭给你放厨房了 你先去吃点吧 行 那我先穿口线 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我这个脑子 让二强一打岔我 我这个老脸都溜进了 乔思美啊 你让我以后在巷子里 再遇到那两个老戒方 我还能太太激透啊 逸晨啊 怪不得你早上不急不忙的 你是不是早就晓得会这个样子 真够鸡贼的 大哥 怎么了 思美一直待在医院不肯走 人家保安都没辙了 给送派出所去了 最后是居委会去领的人 思美 你是 平时多看看新闻 多了解一下国家政策 也不至于丢这种人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一定要见到冲刚 什么 乔思美啊 他刚才讲什么你们听见了 大哥 你去哪儿啊 回家 乔乔好像是苏一代人 这个事你不管了 我管不了 这平时吹吹呼呼的 遇到有真事就不管了 这拿闷子大哥呀 好啊 四妹 吃饭了没 没呢 这个拿回去 给你爸尝尝 拿着拿着 谢谢啊 哎呀 没事没事 我看见什么呀 都是街上邻居的 赶紧回去吧 凉会软了就不好吃了 我回去吧 老师了 菜上大西便出来了啊 小的孝敬你唠叠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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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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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乔哥哥 出了散步啊 去巷子口买账彩票 有个爱好挺好的 自个儿找个乐嘛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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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您来了 这儿有什么离皮的 这边是酒啊 这边是烟啊 你给我拿两条蓝镜 蓝镜 两瓶酒 乔戴 您这是送礼啊 送礼的话我们这儿 这个橄榄油卖得最好了 您看一下 这可是进口的 送礼的话又有面子又有心 进口的 对 你也不要了 要这两个 有些事你看没不好说 是不是 这事 这事 再让他去 谢谢 谢谢 我那个时候 乔哥哥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们是家的欢迎我呢 是啊 你们必须欢迎啊 你们也不容易啊 放心吧 我在家老四跑不了的 你费心啊 行 找妈妈 石家姐她们也挺不容易的 都在外面坐一天了 去 找姨妈 好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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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回来了 嗯 四美呢 四美在外面屋顶凉快呢 乔乔 今天晚上跟姨妈回家住好不好 你们在家里住吗 这段时间都在姨妈家住啊 爸 您怎么又喝酒啊 我没喝 隔离结束了 恢复自由了 买两瓶好久 庆祝一下 是不是你们俩又给他钱了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捞腻腻 我现在这么有本事 弄得着你们 你们给钱啊 你是不是把买彩票的钱 都给花了 那二强你管他干吗 他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连四美都管不好 你还想管我啊 我跟你们讲 我是福大命大的命格 你们谁也别想拿我怎么着 于当不正随 啊 我还尝尝 诚康哥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 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过 现在情况又特殊 要不然的话 我真的想去南京找你了 现在情况特殊 你就更不应该 因为这么一点事 你就跑到外地去 我就知道 诚康哥怎么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你都知道了吧 我刚知道 本来应该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吧 不过现在这些不重要了 我被你打电话 不是想兴师问罪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 抓紧去医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在讽刺之前那件事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 季承康一回到南京 就被医院带走了 他得非典了 我想你们两个应该有 密切接触吧 是什么 承康哥 不可能 承康哥平常身体挺好的呀 他 我 我也想知道他怎么样了 可是他最后见的人是你 我能知道什么 我问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 我 对不起我 我不应该让他来初衷 都是我的错 我 我 我见不到的 我每天都特别难受 我每天想他 我每天感觉过的都是一样的生活 我感觉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 我受不了 你坚持不下去 你这么爱他 你为什么非得让他受这个罪啊 是不是他死了 谁都见不到了 你心里就开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恶了我 是我太爱他 爱得我脑子都糊涂了 我不该让他来初衷 都怪我 都怪我 还不如让我去替他死 我该死 反正 不用这样 我说也是浪费时间 没有谁应该死 其实没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自己也有责任 我知道你爱他 但你应该更爱你自己吧 对不起 我不用跟我道歉 可能事情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也对吗 有谁会爱另外一个人生过爱自己 爱到愿意为他去死一活 太蠢了 太蠢了 都不在家了 这会儿都不在家呢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不好意思啊 一成平时回来很晚的 摸得四摸得四 我算好的 一成在不在无所谓的 这个是给北方的 你一定把这个东西啊 亲自送到北方的手上来 明白明白 谢谢啊 是一家人不要客气啊 就是一点心意 一份薄礼 好好好 明白明白 那个酒啊 我不用讲了 你也是见过世面的啊 你试货 那个油你摸得见过吗 那不就是橄榄油吗 我知道啊 进口的呀 是是是 而且限量 摸得本事啊 你就是花钱排队 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 孙爷 能不能 哥 那一会儿 好久不见 哥 怎么样 最近你那儿挺开平 没什么新闻吧 坐一会儿吃饭 不用 我吃过了 哥今天回来是有什么事吗 回我自己家看看 顺路吃个饭 怎么还得跟你报备一下啊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能回家看看挺好 那您自便 最近你们家乔老爷怎么样 家里没什么事吧 带我问他好啊 孙爷 我走了 我不吃了 走了 嗯 这酒要拿走了啊 然后这油就留给炒菜吧 家常的味道 我这妹夫啊 肯定喜欢 一定照顾好她 要不南方更担心了 放心吧 那我不送你了啊 北方 走 一程 你坐下再吃点 我再炒两个菜 马上就好啊 不用 我真吃过了 孙爷 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找一下 当时我和南方结婚的时候 用的那个大行李箱 你要出差啊 我打算搬去之前租那个房子住 这不最近特殊时期吗 比较忙 有可能晚上还要在单位待 好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找 老大回来啦 你回来得正好 有点不舒服 你带我去医院呢 你把你逛号的单位给我退了 你钢琴门你法什么风感 你少给我装算 向家人全都给我讲清楚了 你把该兔的福利 工资 全都给我兔出来 从此以后 不许去向家再提任何非分的要求 我以为什么死呢 原来是这点小事啊 你放心啊 我都办妥了 这点人情世故管是小的的 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你把这个事重新办下给退掉 你别给我丢出来行不行啊 乔一诚啊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占过你什么慌啊 人家都没在讲什么 你闹在这里任务人流呢 我也没关放在你们单位 你老丈人讲了 我们是亲家 是一家人 人家有朋友 开公司做买卖的人家坑棒 你又凭什么来那里头啊 我坏了万辟子了 闭嘴吧你 反正我今天把这话给你放在上 你要是再一一孤行 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 你也别想从老二老三老四哪儿 你拿到一分钱 我跟你讲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就像假提任何要求 咱们俩就上法院 断绝关系 你吓唬谁啊 你看我是不是吓唬你 我瞧一声从小到大是什么人 你心里最清楚 你看我能不能做得出来 还有 现在非典没有完全结束 你要是想去医院凑热闹 你随便 我不管 你不需要的东西你 一程 那件事情你不要介意了 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 这种事也没有关系 老爷自己是有分寸的人 这真不能办的事 他也不会办 你别委屈了啊 我不委屈 我就是觉得 惭愧 夏书记 您来一下 好 一程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他怎么这么久啊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他猜我要是跟他一起进去 你们俩别瞎想 不会有事 要是有事 四面早上我们打电话 来 出来了 我就不会慌张 别害怕岁月 会让人偶尔天隔一缝 想念的人 总还会再遇上 来 吃饭了 不用 不用张二姨吗 妈在里面看电视呢 自从马叔走了以后 她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要不我还是去问她 我去 你们吃你们的 给孩子全碗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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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出带坐会儿呗 不吃饭聊聊天也行 难得今天人这么气 年轻人在那儿聊呢 我瞎唱或什么呀 还非你凑齐一桌人 这何佳欢呢 又不是演电视剧呢 都想你这个来爱呢 这 这 这 你别影响我看剧 我这 我坐这儿 我能听见你们说话 芊芊 刚刚是谁 刚刚我睡睡 我睡睡 小七 不不不 快进来 快进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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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了 一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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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雨 一诚 二爷 二爷 二爷好 身体怎么样子去 挺好的 挺好的 来 坐下来一起吃饭吧 好 我就来送饭吧 这 你这怎么来了 星雨没准备你的饭啊 那正好啊 你那份我吃 二爷 我来的时候拿了些水果 到时候你和星雨全吃完 别给她留啊 我跟你说 我做完这胃部手术以后 吃不下东西 真的是 所以你以后人来了就行 你别带这带那呢 别别别别 我看以后人也更来了 真的 你们这弟兄俩去院干什么 是啊 阴阳怪气的 你呀 少装无辜啊 我问你啊 四美的事你是不是没管 用得着我管吗 医院有医院的政策 再说了 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那七成刚出院了吗 出了 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四美照顾得很周到 但恢复得很快 你呀 就粉饰问题 那四美这要去了 这医院真把四美放进去 让她赔七成刚 你怎么办 医院是你开的 你说信就能进 我看这问题的根源呢 就在那七成刚那儿 对吧 你说 咱们就应该把问题 在源头就消灭掉 她可不是一次作怪了吧 自作自受 还拖累我们家四美 上菜吧 好 女儿呢 三立带着呢 今天晚上在她那儿煮 咱俩好好吃个饭 我今天点的都是你爱吃的 你还喝的那个蹄膀汤啊 太油了 我就给你换了一个 清淡的那个菌菇汤 这个放这边一点 对 给你盛一碗啊 你现在就得多补身子 好 来 尝尝 你也吃 你先吃 来 把杯子给我 来吧 咱俩喝一个 咱俩喝一个 吃啊 好喝吗 好喝吗 好喝 来来来来 吃那个 好喝 给岁月 一些刘牌 也许有 闲人去猜 旧人就是 那个更值得偏爱 师父 烦凌的昨日年代 褪色的 时光霼白 前种 万种 又落入谁的心怀 我又写是深情的独白 又已避开了人海 住在某个隐身的隐藏 你看你这肩膀僵的 真的是老了 四妹 我这回也算死过一回到晚 我会重新安慰和你活过日子 你相信我活过四奶奶 诚刚啊 我有话跟你说 以前啊 总是把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好的东西给你 不管你喜不喜欢想不想要全都塞给你 到最后弄得自己也累 按照我大哥说的话 这就叫自清自贱 以后不想这样了 这不是我在西藏起给你的心吗 不想要了 我还给你吧 还给你吧 你干什么呀你啊 你说你这病刚好哭什么呀 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 一难过就哭鼻子 让人心疼 别这样吧 我好像就看见那天下午 我遇见那个年轻好看的人了 让我抛下一切下午 掏心掏肺地爱了许多年 真傻啊 不过值了 我还是觉得我赚着 不值 不值啊 不值了 四妹 我以后会加杯补偿念 还有九九 启程康 我也算陪你死去回来过一次吧 你还想跟我过吗 可是我不想跟你过了 不值了 四妹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行了 都别缺了 这个事 只要她自己想清楚就行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离婚 二百五啊 你要早和她离婚 你犯得着陪她死一回啊 没什么犯得着犯不着的 以后我一个人好好过去行吗 你学你大哥呀 讲些人五人六的话 也不定量定量自己 真把自己当知识分子啊 摸到知识分子的命 还犯知识分子的病 不要以为你一言不发就摸到死了 我是在教你做人的 什么人什么命 什么命 就认什么命 当初你瞎了眼糟蹋 你就得认呢 教我做人 我老爹爹就教会我一件事 就是这辈子千万别靠男人 你不靠男人你有事找你大哥啊 我就找我大哥怎么了 我大哥他管我 他护着我 我还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以后我大哥有事我瞧思没 我们兄弟姊妹几个 我们全都冲锋陷阵 你敢吗 我们小的时候肚子挨我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们被冲阵的把家砸的时候 你在哪儿 不 你 你省省吧 你省省吧 又不着你教我们怎么过日子 又不着你教我们怎么过日子 你 你就理吧 理吧 太好了 来了 烫好慢点 没事 来 给那个圆汤 好一点 谢谢老婆 有有有 这边 慢点 这晚上店里是最忙的时候 我想的是早点回来的 行啊行啊 快坐吧就等你了 有个私我要讲一下 快清明节了 你们的妈呢 也走了这么多年了 我想 给她选一块坟地 没意见 没 没意见 老大 应该的 你妈这辈子 妈她想什么福啊 我想给她选一个好地方 普爵寺贡墓 我听人讲啊 就牛 牛熟山 东南辩 墓地有十年了 凤随宝地 有个什么皇帝 就在那儿盖的墓啊 秦始皇 秦始皇陵在西安 那是南唐二零 哦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写春花秋月 何时了的皇帝 以前上学的时候老是说过 那不是首歌吗 是歌 邓志军唱得可好听 不要打岔啊 这个墓地呢 给你们几个平摊 也算你们几个尽孝 没得意见吧 没意见 没意见 我们几个肯定也没意见 只要是为了我妈 怎么都行 老大 你那个小弟弟七七 也得算一分吧 亏你能想得出来 那当年要不是因为她 你们的妈 会走得那么早 那你要这么说 我妈还跟你过了一辈子苦日子呢 你就说吧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 自然有啊 我都打算好了 来 挺挺 我想这个墓地啊 要买 就买一个双旋 等我百年归天以后 我好去陪你们的妈 这个倒算好啊 多实在啊 老大 你讲话不要阴阳怪气的 你二姨跟那个老马 人家半路夫妻 准备的就是双血 我跟你们的妈是 是名媚正娶的正经夫妻 送同床死同学 是是是 您是梁山伯 是许仙 是痴情种子 对我妈多好啊 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能不能让我妈安宁一点 别弄得和阴魂不散似的 我的想法是 买两个单血 你们几个有意见吗 一个个不需要的东西 拆散我们老两口啊 那这样吧 就先只欠我妈的坟 剩下的事以后再说 单血就单血吧 那一定要体面 奉随好啊 您好 是我啊 我 我是乔依诚的爸爸 好嘞 记下了 记下了 好好好 再见啊 记家老伯伯 再见 南方 变南方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这什么也没有准备啊 没事 没事 来 你快换鞋 这不正好非典结束了 放个假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 我要是跟你说了呀 你又一顿折腾 我也待不了几天 就别麻烦了 累了吧 饿不饿 晚上饭吃了吗 那我给你做饭吃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我不饿 行李我来拿啊 你这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 上楼先洗个澡啊 好嘞 谢谢啊 不客气 孙姨 一诚呢 他又加班呢 应该是吧 应该是 其实 一诚现在不住这儿了 那他住哪儿 来了来了 车来了 都好了吗的 什么车 快点快点 司机等着呢 什么司机啊 比出租车好多了 考斯特 宽敞的很的 你从哪儿找的 我安排的 找人来 这你老丈人家棒的萌啊 谁让你私下找人派车来 你算老几啊你 我说你这也不算老几 干嘛是 我这辆车怎么了 这又不是腐败 我这点锅还不能占呢 我告诉你 以后绝对不能麻烦乡家人 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是 二强 你出去买两条烟 给司机师傅 让他走吧 行 我再说一遍 以后我们家 不管大事儿还是小事儿 都不能麻烦人向家 大卫当个破主任 摆家都摆到架里来了 小架子气 少不得太灭 大哥 你还是出去看一下吧 摆什么摆 摆到架里来了 饭啊 南方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去接你啊 昨天晚上就到了 怕你工作忙 家里事情多 过不过来啊 再忙 你的事儿也是守卫 跟你开玩笑的 我就想着给你个惊喜啊 怎么样 惊喜到了吗 看得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今天家里签坟是吗 是 我有点事儿 想先跟你聊聊 然后咱们大伙儿 再一块儿去签坟 不耽误你家的事儿吧 不耽误啊 刚好我也有些话跟你讲 好 胡师傅 您先下去一下吧 我们说会话 好 谢谢啊 这个车呢 是我哥的朋友 也就是爸之前挂靠的公司 大方 对不起 总是给你们家添麻烦 这个事情我之前已经解释过了 你真的不用太在意了 况且听我哥说 后来发的东西也都还回去了 这事儿就过去就算了 今天这个车是租的 是花了钱的 钱都花了 干吗还让司机开回去啊 瞧一瞅 好 你到底在矫情什么呀 你故意恶心我是吧 不是 我不是跟你见问 也不是给你添堵 只是我们家 总是麻烦你们家 包括上次四妹那个事儿 行了 我知道了 那你是不是觉得 住在我们家也是添麻烦 不是啊 正好我要跟你讲的也是这个事儿 讲什么 我知道了 说你在外面另有所爱了 爱到甚至连装样子住在我们家 都懒得装了 怎么可能啊 我就是想着 我们能有自己的空间 仅此而已 我可以带你去我家看看 到时候你 你家 你家 不是我家 不是不是 你家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家 咱还去不去牵牵门了 爸 爸 这就走 怎么 你也去啊 去 阿强 你快去韩生三地四美 喝喝喝喝 还没下小影儿呢 清明世界雨纷纷啊 我回去拿点东西 行 南方 爸 辛苦你了 没事 本来我也是想趁着清明假期 来看看吧 可惜啊 怡城他妈走得早 不然呢 你俩肯定很偷脾气的 那他也能想想福了 他可是辛苦了大半辈子 是 那您就自求多福 好好活 把我妈那份也活了 梅芳 当初四美生巧笑的时候 也多亏了你啊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 将来咱们肯定能成一家人哪 没 我真没帮上什么大忙 你可是很关键的 多亏了你帮着联席医院的熟人哪 多多关照四美 我最近啊 这个胸口啊 堵得晃 闷得很啊 气喘得都不顺啊 爸 不舒服你在家怎么没跟我说 这样 我明天带你去医院看看 你一个小姑娘 我一个老男人 画个宴哪 做个检查什么的 也不方便 我现在这个肾体啊 你注意点 做好了 别摔着了 我想系统地 好好地检查一下肾体 南方 能不能帮我联系个医院的钻架啊 好啊 没问题 这个老男人哪 就应该经常做做体检 早发现早治疗 好 我没想着要瞒你 其实我从小到大 都想着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空间 谁都不会来打扰 这房子你住很久了吧 是 也习惯 省得搬来搬去 这儿房东人挺好的 我 也不是找借口 霓裳 咱们有时间 去买一套餐具吧 这万一来个客人 也可以用用 行 这老房子冬天应该很冷吧 你熬得住吗 我都习惯了 应该多住下你的身体 这一点应该跟你爸学 要不还是买两个电暖器吧 这窗帘 要不咱们再去买套厚的吧 换着用 要不我们再加一个落地灯吧 你觉得怎么样 好 行 好 卧室有一个 那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吧 现在落地灯 样式可好看 我觉得可以买一台 放在这儿 还可以当一个装饰 其实这个房子以前 有很多装饰 我全都扔了 以后啊 你就慢慢地买 来 爸 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好 一诚 你在这儿陪爸等一下结果 我去跟我那个医生朋友打个招呼 行 你快去 行 那我先去啊 好 很快点 好 好 这个检查 看上去没得几项 可大大小小都坐下来 也真够累人的 要我说啊 以后每年 都得来这么查一次 行 你眼纪也不小了 以后也得注意啊 明年也要来查一次 来 普通大学选个好专业也挺好的 差几分就能上个一类大学吧 上哪个大学都一样 这个比在我们小镇子里面呆着强多了 多件点钱是不是就能上个好大学啊 可千万别用不着 孩子有学上就行了 我大哥可说了 大学要有个好的平台 开阔演技 我是没文化 但我希望咱们志勇能好好地读书 我给他存了笔钱 他想读到哪一步 能读到哪一步 我就供他到哪一步 现在饭店生意也不错 咱们挣钱说到底 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反正都是留给他的 早花了不花 吃什么呀 不知道 小莫 是你啊 你是哪个啊 没礼貌 叫叔叔 你是谁呀 叔叔 你几岁了 八岁 七岁 这孩子连自己年龄都记不住了 八岁 数老鼠 我可不会记错 阿强 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 回见了 我已经秋天风大 我特地致命了些 看看何不可认 你知道 肯定没问题的 一丁 要不别再去了吧 你这样两边跑 万一身体累坏了怎么办 这什么呀 我的衣服啊 我拿你的衣服干吗呀 这次我们一起去北京 看病就好好看 干脆多看几家 看好了力劳永逸 看不好心里也别留什么遗憾 我不嫌弃你 就算你自己嫌弃自己 我也要陪着你 不至于这么感动吧 这都是你以前跟我说的话 反正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你闹多久别扭都行 我对你也一直有耐心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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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真谢我呀 就这次顺便在北京 还有周边好好玩玩 结婚留心 你还欠着我呢 好 想去哪儿咱们要去哪儿 好 八岁 七岁怎么连自己年龄都记不住呢 八岁属老鼠我可不会记错 七岁 这孩子连自己年龄都记不住呢 好 一位 八青 十二位 十一位 十九 gegen县 十二位 一位 十二位 十五位 什么呀这是 我这些天大工挣钱买的 你打什么工啊 我身体累化了怎么办 不累 在菜场提人家看摊 卖菜 这么贵啊 喝个鸟啊 真舍得 对了 对了 我跟妈商量好了 明天去趟公安局 看什么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要去改信 请瞧 以后 我孝顺你 给你养老 以前 我以为天地下 当爸的都不是东西 现在我才知道 人和人真的不一样 那个配当爸爸的人 不一定是生你的人 你要改姓吗 那些年你妈那么难 都没有丢下你 你得好好孝顺你妈 好 我知道 对了 你马上就得一个人去外地上学了 对了 烟酒这种东西 爽胖 慢点啊 你什么时候剪的头发啊 我已剪断我的发 剪断了牵挂 小心啊小心 我都哭了 你又来电视剧哪一套 再过几年啊 你女儿都嫌弃你作妖 嫌我作妖 你是忘了咱家那作妖大神了吧 我这叫生活的情趣 这生活你不得找点慰藉 找点乐的啊 要这样的话 我活到老 作到老 头发真好啊 作妖 老头子还睡着呢 昨天又喝大了 吃饭了吗 没了 二哥今天没来啊 今天周末 他店里应该忙 怎么了 你找他有事啊 没事 就是我和一丁明后天 去一趟北京 本来以为走之前 大家能见一面的 你和一丁要去北京 去北京干吗呀 斯班 你们这老夫老妻的 怎么玩我玩剩下的呢 你小点声 你当你那是什么光辉世纪啊 你就是想去北京 待一阵子 要不然我找北京的朋友 不用大哥 那个你不用操心 我们就是想去好好玩玩 散散心 行 那你俩去了好好玩 萱萱就跟我住 妈妈和我说好了 让我跟小姨住 好呀好呀 小姨还要带巧巧 还要应付老头 萱萱跟大舅住啊 大哥 你婆婆妈妈的干吗呀 这一带孩子 你抢什么抢 现在嫌我婆妈了 小时候我带你的时候 你怎么没觉得我婆妈呢 萱萱哥哥说了 就不去大舅家 跟着大舅 肯定两天写功课 齐乔乔 你傻逼 你听啊 这话一听就是乔乔说的 有其母必有其女 怪我们乔乔干吗 这孩子又不识 我叫他说这些 童言无忌 你放心去吧 还交给 给你多点儿 能多吃点 就这样 来好四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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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看 你看哪 我还以为你转性子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这不就假发吗 大惊小怪的 那人生的乐趣 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吧 一点点戏剧 再加一点点真实 一点点爱恨 再加一点点释怀 一点点真 再加一点点点 是不是巧巧 还有一点点神经刀刀 给 这段时间在小姨家 要好好听话 按时写作业 别光顾着玩 不然就给你送 大舅家去吃辣坝 那我就先走了 再回去收拾收拾 嗯 三连 你要是和姨丁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讲 别自己憋着 放心吧 走了啊 放心吧 听话 妈妈再见 行了啊 看看不能哭鼻子啊 我姐要干的事啊 心里一早就打好主意了 再难也不会说的 要是真的有天撑不下去了 总会看出来 有点不一样的 我觉得她这回没事 行 我快点走了 那就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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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时间跑回家走 慢点 别闬了 老ty 老ty 好 老TY 好 这是你们 dela 我没别的什么事 我就是想给你送点菜 顺便想问 二强 二强 你怎么在这儿呢 又来了三桌都点好菜了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我没不舒服 我先进去忙去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师傅 我先走了 这就走了 这也太早了吧 今天不是周五吗 晚上客人应该挺多的 我想先去趟市场看看 多买点食材 那我跟你一起去 我这边蒸了点豆包 咱们俩路上可以吃 不用了 你在家吃吧 休息休息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那你拿一个垫着 这早上新换的衣服 怎么又那么脏了 老爷 老爷 今天你送我去小学吧 让你妈送你去 不要打乱老爷的节奏啊 小小过来 我包给哥吧 快点 这一大早 赶紧的 这一大早你们俩就打架 这是怎么回事呢 爸 你一会儿帮我把盆里 那毛巾洗了吧 完了之后就不好洗了 你做完小的就支持老的 我是你们单位的保洁 行 您什么都别干 在家好吃好喝的待着 别乱跑啊 走了 讲话真难听 什么叫别乱跑 你到底养狗呢 帮你那辫子动好 帮你那辫子动好 帮帮 瞧瞧 好 你发现妈妈换新发型了吗 看到了 挺好看的 我听我妈说 你最近要带两个孩子 我怕你忙不过来 我就过来看一看 你以后要是 算下半时间紧的话 我过来帮你带孩子吧 不用看见了 我雇了个新店员 小伙子人挺老实的 我活动就住啊 一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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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